考試院地陳情書警政署督察室 前主任耿紀文再度站出來抗議 年改不公 通通是黑箱作業 我們的退伏基金短掃 短掃的責任在哪裡 過去他會花蓮無子命案 住過凶宅七個晚上 破除鬼屋傳說 為的是要讓附近居民住了安心 我睡得很好 都沒有鬼怪 沒有鬼怪 安心 除了耿紀文 還有默默付出的基層原警 在山頭 抓逃犯的時候 追逃犯 跌倒的 被鐵根吃到跌倒的 住鬼屋 踩鐵釘 還有每次大型城抗 都在第一線的玻璃市門 學長抗議年改不公 學弟擋在第一線 中南部退休警察 北上聚集內政部抗議年金改革 要政府還他們正義 面對警察學弟勸離 他們內心也是把感交集 因為有些人的子女同樣也是警察 小孩子的話 目前也是在我們警察服務啦 有時候回家談的話 他覺得好像你又沒有未來 軍公教覺得沒未來 看看各個版本的年改方案 年改會考試院行政院樓地板 通通都是三萬兩千一百六十元 十八趴部分年改會版本 一次退不會以下全歸零 影響退休金多寡的所得替代率 年改會版從七十趴降到六十趴 考試院則是從八十趴降到七十趴 在每十年檢討一次 而退休年資採計 年改會版則是勞工和公務員分開 最後在職前跟最後在職的十五年 平均本縫 考試院則是平均十年去計算 但最後通過哪個版本 在蔡政府主導下 年改會版本幾乎笃定過關 年改最後戰場立法院在綠營全面護航下 均緊笑怒吼 就算再大聲 蔡政府也勢必要過關 在文凱晨卓會資訊的報導